现在很多他们想了解中国 所以要学习中文 包括很多国际学校的 他也在把中文课放在里面 对 因为他觉得第一 很多投资 很多大老板都是中文 所以以后他也想 把他们的小孩 变成一个人才 跟中国有关系的 跟中国的老板合作的 所以每个国家富起来 他们富起来 都这个语言和文化 也要分享的 对 好像中国这样的 中国现在富起来了 很多国家也都想 跟中国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跟中国好好合作的 所以这样他们要写好中文 而写好中文只要在学校里面 就把那个中文的课放在这个里面 才把这个中文交给到他们那个小孩 所以这个越来越多就写那个中文了 你看那个以前您刚刚说了 好像80年的时候就中国的经济 可能还落后的 还没有那么好的 所以很多在那个其他国家 包括那个在简单的 写那个中文也很少的 除了活校 因为这个活校为了活人在简单 才教这个中文的 其他学校没有的 现在不一样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的 包括现在简单的 马上也要开这个中文课的 这从去年就开始那个有这个合作了 对 现在教育部和那个中国的教育部 以后后面的 就说那个除了英文法文的 还有中文的 他要自己写 来写这个外语言的 我估计很多人就写那个中文 对 因为还没有放在那个 JMJ那个学校 公立学校 现在很多就在写那个中文了 后面的就放在那个JMJ那个学校 一定有很多 他在那个写那个中文了 写中文有机会 上班 有机会提高他们那个工资 第二 有机会就到中国去读书来 对 对 对